沙拉越老越国中两重建筑物 昨晚11点遭火魔肆虐 由于事发地点水源不足 萧整区的灭火工作困难重重 用了两个小时才控制火势 一直到今天的清晨4点多才结束救援工作 沙拉越萧整区发言人指出 当局昨晚11点36分接获投报 随即调派了17名萧整员到场灭火 熊熊烈火波及一栋行政大楼和一栋教学大楼 两栋大楼几乎百分百烧毁 不幸中的大幸事 没有人在事件中受伤 当局还在调查起火的噪音 期间学校也会暂时关闭 会员相约的火力量 员相约开始